漢娜 你這台腳踏車買多久啊 這我上禮拜才買的耶 好漂亮喔 對啊 紫色的耶 好 你這身穿的淨裝好專業超酷的 真的耶 太怕了 接下來就換你們檢查裝備了 但是我才剛入門的一個新手 穿成那麼專業我怕會害羞耶 不用害怕 不用穿成這樣也沒有關係 但是該注意的地方還是要注意 走 我帶你們去看裝備 好啊 快一點 調完之後你們都變成專業了 我跟你們 我是要帥就好 可以的 來 接下來我換我們檢查裝備 一樣從頭到腳來 先戴上你們的安全帽 嗯 扣上袋子 好 給我兩根手指頭 中指貼緊眉毛 這就是安全帽冒眼與眉毛的距離 好 然後比個耶 這就是扣環在耳朵下方 再來用一根手指頭確認 後帶與下顎的距離為一指寬 嗯有了 記住扣袋不要戴在下巴的上面 要在後方 最後把安全帽後面的固定環扣緊 這樣就能穩穩的保護你的頭部了 哦 好 那我建議的你們的話 最好戴上太陽眼鏡 哇賽 好酷 帥吧 專業 這樣才能防止蚊蟲 或者是石頭打到眼睛會造成危險 那戴上你們的自行車手套 手套的功用啊 主要是這邊它能吸震 防爪 而且你跌倒的時候能防止手掌受傷 對 那我們再來用我們身上的衣服 我們的衣服啊 主要它的功能就是吸濕排汗 那不要穿綿紙的衣服 或者是太長的衣服 不然會去勾到坐墊的前後兩端 那衣服的顏色最好挑鮮豔或白色的顏色 比較容易被注意到比較明顯 那褲子的選擇的話 專業的自行車褲 它後面會有墊子 能吸震 會讓你騎得比較舒服比較輕鬆 其實騎車時容易屁股痛 除了坐墊的調整之外 也要看看你是不是挑選了合適的褲子 適合的車褲 可以保護你的臀部 減少疼痛的發生喔 好 像 AJ這個褲子啊 對 如果褲管太長的話 或太寬的話 我們可以使用束腿帶 把褲管的位置 擋起來 這樣就不會被大盤繳進去 那像 AJ這種休閒的自行車褲 也可以騎得很輕鬆 而且它比較合身體 那褲管它也有捲起來也是個方法 好 還蠻帥的啊 再來是鞋子的部分啊 最好是選擇包覆性比較好的 鞋底不會滑 我這一種的話 是自行車專業的卡鞋 專業卡鞋的設計 可以與踏板緊密結合 腿部踩踏姿勢不變斜 施力時 可確保腳掌與踏板不會打滑 因此力量可以完全的施掌 驅動自行車向前 帶來絕佳的效率 那像我這種鞋子可以騎腳踏實 對啊 我這種可以嗎 可以 要注意鞋帶不要鬆掉 要擋緊 好 其實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如果裝備挑得好適當的話 你們看起來也是可以很專業的 也是可以很帥氣 夠帥了 現在裝備大家看起來都很好很不錯了 那我們就可以檢查遮止 然後就可以出發了 絕好 適碼 攝影機 如果想說 超級壞 阿 Justin 你 好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